马来西亚油厂工会早前披露 食用油会在11月涨价后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拿督斯里寒沙在努丁 今天终于召开记者会确认 从11月起除了一公斤包装的食用油 还维持在二令吉五十仙的价格之外 其他食用油极力取消政府津贴 价格跟随市场浮动 哪有多少支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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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沙蔡努丁表示 低收入群体一般购买一公斤包装食用油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保留相关津贴 他透露政府被迫合理化 其他公斤装食用油的津贴 否则11月和12月 又必须额外支付21令吉的款项 他指出 虽然食用油的市价 目前处于每公斤2令吉70仙到2令吉90仙 不过售价理应介于3令吉70仙到3令吉90仙 一旦发现商家所售卖的食用油价格超过这个价钱 政府将援引反暴力法令介入调查 另外韩沙蔡努丁也透露 报销部执法人员 新加二分别在施拉秧 文良港和边城 逮捕了三名涉嫌囤积 价值将近15000令吉食用油的杂货商 OK OK 好